區的選民結構來看 高雄縣大寮有眷村 所以這個部分恐怕要看說眷村的投票率到底是怎麼樣 那這個許天台的選區裡面 同區也有眷村 所以這個國民黨是有鐵票部隊重兵在那裡 早上電視看到是 這些鐵票部隊已經都有去投票 而且排隊 你看起來是鐵票部隊喔 那當然在眷村社的 眷村社的投開票所 當然就是國民黨的鐵票部隊去投 那這票開出來大概100張裡面的民進黨 大概拿個一張兩張 我看就相當不錯了 那這個是整個選舉的一些變數 不過林大寶的了解 他在選前最後一次民調 大概是66%比10%幾 我的印象 選前是指張暗息最新的民調嗎 我大概看到是 大概選舉前兩天三天 他的一個民調 那應該獲得壓倒性勝利喔 而且在國民黨的支持者裡面 林大寶的支持度還是高過徐慶華 因為徐慶華過去是綠軍的一個背景 所以他這次跑到藍軍裡面 那最後馬英九最後一天 他到底是徐志明 以前是 台北大寮的鄉長 那最後一天我看馬英九都抽腿 台南也沒去高雄也沒去 所以看得出來說國民黨其實對於選舉是我看是沒有把握啦 所以怕傷到馬英九 拖累到他總統大選的一個選情 所以最後是放棄這兩席 所以我的判斷 台南也好或者是高雄 應該民進黨都會贏 都會全上 但是問題是說贏多少 會不會比市長選舉贏得多 那假如贏得比市長選舉還多 那代表說這個社會 尤其是南部地區 對於馬英九的不滿意度 是逐漸還在往上 換句話說馬英九的信任度 滿意度還沒有到達谷底 那這個對民進黨的總統大選來講 是相對來講是有利的 那另外我比較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就是說 為什麼高思博跟王毅廷政務官呢 那下去參選沒人要去 這個代表說他們也知道說 欸 我如果去台南選 我不是說這個選不住而已 我下去再給媒體了 對不對 我如果選不住 我國民黨還會安排 我英九人還選不住 有些人給媒體 那這個不好當然 你做馬英九的馬前主去地方選 這當然大家會罵他 會唾棄他 所以不敢選嘛 連選都不敢想 那甚至說那我搞不好 搞不了 大不了我就是辭官嘛 我這個安全下妝 我沒事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說 其實國民黨在南部 這個恐怕對於總統大選來講 我認為這個假如政策沒有調整 譬如說怎麼樣照顧中南部 中小企業中下階層 失業率沒有辦法持續往下降 增加南部投資的機會 就業的機會 我看對於馬英九來講 這個選舉在未來的這個 總統大選裡面 對馬英九是相當不利的 你認為現在國民黨徵召的 不管陳書惠或所選的許慶皇的部分 多多少少還是投射 對中央執政的所謂一個現代度的問題 這個是必然是反應說 馬英九的施政的一個馬力度 來 習主席委員 第一次選